县府文化局邀及主义传承保存者 人间国宝黄图山及李荣烈两位大师 及其传承弟子 共同展出46件主义精品 在县文化园区展出 文化局长林荣森 希望借由第一届南投主义博览会 新建筑 让下一代更认识主产业 达到生生不息的传承目的 不敢说完全能够恢复过去 主子在南投产业的这种荣景 但是至少可以让主子产业在南投 能够生生不息 也让现代的新一代的女性女 他们知道主子过去跟人类的息息相关 以及未来我们主子可以运用 跟开发的许多的可能性 关心南投县的主义传承 县议员赖燕雪 曾正言及张家哲 都出席这场博览 希望借此让更多人了解主义之美 让艺术及产业互相连结 有更好的发展 今天谢谢很多的艺术大师 能够将我们的这个创作呈现出来 做展出 也让我们南投的相信 能够透过这一场的一个 展出的一个平台了解 我们艺术之美 那么这次的新建筑 主义博览会 也是我们南投县文化局 盛大空前第一次的一个主办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连结 让我们很多族裔的爱好者 能够做一个呈现 同时也能够将我们地方的产业 来做一个特色的一个凸显 让我们能够艺术跟文化跟产业 做一个面向的连结 让我们的产子更好 开展仪式 县议员曾正言肯定文化局的用心 邀请竹山中和国小竹琴乐队表演 以主管敲出优美的旋律 呈现不同的竹乐器之美 今天就特别邀请到我们 第三中和国小的校长 代念的一个学生 来对这个特色的特色 特色的艺术 特色的美 展现出来 我们的地区 是要看一个真的 有很多很多的特色 因为主义就是 他有很多压顺 地区也有很多 这次办理第一届 南投族裔博览会 新建筑 除了展示 诗 中 清 三代的族裔精品外 也希望让族裔文化 达到生生不息 永续传承目的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